很多人都在討論 寶寶黏人愛討抱 欸 這麼黏 會不會是親為母奶的錯呢 會不會是大人一直抱著 孩子才這麼黏呢 還是是因為媽媽全食帶孩子 才會變這麼黏 其實寶寶愛討抱很黏人 跟媽媽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沒有親為的孩子 還不是一樣有很黏的 而且抱抱是增加安全感 如果刻意不抱的話 你就會發現孩子很緊張 很焦慮 而且連專業的保母 全職都在帶小孩 他帶的孩子 還不是有很黏人 跟很愛討抱的呢 所以以上的這些說法 都是育兒界很不科學的謠言 我們一下子就破除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討論 關於寶寶黏人愛討抱 科學發現的幾個秘密 第一個寶寶黏人愛討抱 其實是一種先天的氣質 而且寶寶在六到七個月以後呢 就會開始跟主要的 照顧者建立依附關係 進而得到安全感 也就是以前人說的 認生的時期或認人的時期 而且這個時期 會在六七個月以後開始認生 一歲左右的時候會達到高峰 可能會持續到兩歲以後哦 第二個發現 越要跟寶寶分開 越刻意去訓練不報這件事情 孩子體內的焦慮激素就會越升高 結果被安撫下來的時間就會更長 第三個發現 抱孩子或輕微母奶的次數 如果被刻意的降低 晚上孩子哭鬧的次數反而會更高哦 第四個主要照顧者呢 他的情緒是不是很穩定 寶寶會知道 所以媽媽呢 在一個很焦慮的狀態之下呢 去帶寶寶 寶寶就會跟著很焦慮哦 因為情緒是會傳染的 而且旁邊的人 如果給媽媽一大堆不實的一個建議 還有閒言閒語 會讓媽媽更焦慮 寶寶呢 就會更緊張 討報跟年人就會再更多 媽媽需要支援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盡量的幫媽媽哦 第五個 孩子會擔心媽媽不見 所以要抱抱 這是因為寶寶在心智發展上面的一個概念沒有成熟 叫做物體恆存 孩子呢 會覺得東西在前面消失不見 他就永遠都不見了哦 所以他會擔心媽媽不見 所以他才要年人討報 因此要加強寶寶的認知 跟寶寶說 雖然看不見媽媽 但是媽媽就在哪裡 媽媽在做什麼事情 讓寶寶更有安全感的去認識這個空間 知道媽媽在做什麼 或者是玩一種遊戲 躲貓貓遊戲 這樣的遊戲 可以增加孩子物體恆存的一個觀念 也可以幫助他早點成熟 第六個 科學發現 孩子到陌生的環境裡面呢 連媽媽討報 不看人 或者是很退縮 有時候是生物的本能 因為呢 寶寶在觀察 環境有沒有危險啊 他同時也在看主要照顧者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還刻意不報 因為擔心他很年人就刻意不報 這一類的孩子長大之後 很容易沒有安全感 而且察覺危險的能力 也會大大的降低哦 寶寶年人愛討報 是一種天生的氣質 不是媽媽的錯 過去我們對嬰幼兒的新知發展 了解的太少 才會有這麼多的謠言 科學新知要分享 也要給孩子跟媽媽 多一點鼓勵跟支持哦 讓開席 兔 served assemb呀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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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目的 忠祝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